母亲回国团圆 幼女海外失踪 全岛搜索半个月 最终在纸箱里被发现 大家好 这里是奇幻观察师 我是童风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起 曾经轰动中兴两地 牵动无数人兴趣的案件 一位可爱的八岁小女孩 在新加坡离奇失踪 案情发生后 有数千人踊跃加入 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搜索行动 可惜阴性圈悟 当真意向浮出水面时 无数人开始谴责凶手的凶残 上千民众自发参加女孩的葬礼 送去她生前最爱的糖果 然而 随着调查的进行 又有数万人开始支持凶手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真相究竟如何 就让我们先穿越回 2004年的新加坡 重新梳理一下案件的细节 新加坡曾被誉为 亚洲四小龙之一 也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在2018年 美国盖洛普发布的全球法律秩序报告中 位列第一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民众幸福感一直很高 又因近海地势低缓 平日里逛逛海滩爬爬山 成了很多人的休闲选择 这其中 要数新加坡第一第二高的 五级芝麻山和花博山最为知名 这两座山是众所周知的登山好去处啊 一个海拔164米 一个106米 直落布兰亚山公园 就位于花博山隔壁 从布道穿行 就仿佛置身花间领海 然而在这如画的美景之下 就掩藏着此次案件的真相所在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是一位年仅8岁 非常懂事的小姑娘 她的名字叫做黄娜 黄娜于1996年9月26日 出生在中国福建的一个农民家庭 她小时候的生活并不好 父亲在她还没出生的时候 就去新加坡打工了 期间还有了外遇 后来父母离婚 她就跟着妈妈黄淑英生活 不久之后妈妈再婚了 小黄娜有了继父的同时 妈妈肚子里 还有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 21世纪初 新加坡放宽移民政策 进行人才引进 由大批外来人口涌入 2003年5月 黄淑英听说新加坡的教育好 虽说她家境并不是很优越 但还是费了不少力气来到了新加坡 将7岁多的小黄娜 送进了当时收费颇高的景泰小学 她自己则成了一位陪读妈妈 为了生活 她就在附近的巴西班让批发市场 找了一个替人打理蔬菜摊位的工作 和女儿租住在店面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 黄淑英在批发市场工作的时候 小黄娜就在这个临时搭建的小床上休息 批发市场里人来人往 小黄娜每天都能见到不同的面孔 她乐观的性子和甜美的笑容 让周围人对她的印象都很深刻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姑娘 虽然环境艰苦 但小黄娜并没有心生抱怨 反而是活泼开朗 看到辛苦工作的妈妈 她经常说 等自己长大 要当个医生 挣很多很多钱 改善妈妈的生活 转眼 时间来到了2004年9月27号 就在小黄娜过8岁生日期间 妈妈黄淑英 却早早收拾好了行李 准备回国待两周 黄娜心里知道 妈妈是要回国 照顾自己同母异父的小妹妹 而她自己还要上学 不能跟着一起回老家 不过没关系 妈妈很快就会回来了 实际上 小小年纪的她 已经习惯了妈妈经常穿梭在福建 和新加坡两地了 她常常自己一个人吃饭上学 甚至一个人去公共浴室洗澡 7岁那年 为了回国度假 她甚至一个人坐上飞机 往返新加坡和福建 虽然才上二年级 但她独立早熟 是周围人有目共睹的 所以这次母亲回国 对她来说并不算啥大事 这次黄淑英留下了一百心愿 将她托付给喝租的室友 李秀琴带为照看 两周很快就过去了 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 这一天是周日 下午一点半 黄娜和照看她的李秀琴说 要去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因为黄娜一向独立 所以李秀琴很放心地 就让她一个人去了 电话停并不远 黄娜很熟练地拨通了妈妈的号码 妈妈妈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需要一个电子英语词典 还想要一双凉鞋 电话闹头的黄淑英 说家里还有事情没忙完 就安慰黄娜 照顾好自己 回去的时候就给她买 这通电话持续了六分钟 黄娜依依不舍地挂断 而电话闹头的黄淑英 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竟然是她这一辈子 最后一次听到女儿的声音了 下午两点半 黄娜还没有回到住处 照看她的李秀琴就心想 一个电话需要打这么久吗 不由得有些担心起来 焦急的她去电话亭看了看 人不在 然后去批发市场和学校找了一圈 依旧没找到人 一丝不安的情绪涌上心头 她赶紧找了几个人分头去找 可众人一直找到晚上十点 还是没有下落 于是在晚上十点零二分报了警 与此同时 母亲黄淑英收到黄娜失踪的消息 也顾不上家里有没有事了 第一时间就往新加坡赶 警方接到报案后 立即展开调查 根据报案线索 黄娜失踪时 身穿蓝色牛仔外套和短裤 有一头漂亮的短发 批发市场里的人都说 黄淑英和女儿黄娜俩性情温和 品质里带人很好 没得罪过什么人 应该不会有人寻仇报复的 而且黄娜独立 附近市场她都熟悉 也不太可能会迷路 所以她的失踪 很大可能是遇到了坏人 警方决定 以批发市场为重点 展开地毯式走访 很快线索就出现了 批发市场附近美食广场的 一个咖啡店员工林女士说 就在黄娜失踪的那天下午 她看到黄娜一个人 从咖啡店门口路过 光着脚没有穿鞋 身穿蓝色牛仔外套和短裤 当时她还问黄娜 为啥不穿鞋呢 可黄娜并没有回答 只是礼貌地笑了笑 然后就蹦蹦跳跳地走了 接着 批发市场里有好几个人都说 那天下午就看到黄娜 好像是跟着一个男人走在一起 巧的是 那个男的他们都还认识 是一个包装公 虽然二十出头 但不太聪明的样子 倒是能和黄娜经常玩到一块 警方立马就找到这个 名为卓梁豪 外号阿豪的包装公 当她听说黄娜失踪时 显得很惊讶 怎么也不敢相信 她承认确实在10月10号见过黄娜 还顺手给了对方两个芒果 督促她 不要在外面乱晃 赶紧回家 看着老实八笑的卓梁豪 确实也不像是在撒谎 警方也就没有过多怀疑 问完话就让她回去了 案发两天之后 母亲黄淑英回到了新加坡 在警方走访的同时 她打印了大量女儿的照片和寻人启事 在街头巷尾逢人就问 有没有见过她 想着女儿很可能是遇到了坏人 或是被困在哪 她顾不上休息 一刻也不敢停歇 每天都是从清晨找到半夜 什么工地下水道都找遍了 期间 侄女做了一个梦 梦到黄娜被困在山上 黄淑英就跑遍了五级芝麻山和花博山 由嗅觉灵敏的媒体采访黄淑英 当时 她手里拿着女儿生前喜爱的玩具和照片 无助和憔悴 一于言表 报道已经发布 不少人心疼可爱的黄娜 也被这个年轻母亲的执着所感动 纷纷加入搜索黄娜的队伍 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全民寻找黄大的行动 企业老板 退休商人 出租车司机等等众多热情人士参与了进来 有一位60岁的退休商人 悬赏1万新元找线索 随后 48岁的刘天顺再添五千 大量支援者赶发案发地 组成了搜索队 另外 有公司老板发动员工向民众发放传单 还有设计公司的经理建立了专门的网站整合信息 新加坡最大的出租车运营商康福德高 也发动旗下司机加入搜索 这件事甚至波及到了邻国马来西亚 这里的出租车司机也加入了进来 一些柔佛地区的店铺还张贴了相关海报 可尽管新闻闹得是满天肥 搜索规模空前之大 仅仅几天 传单就发出了超过7万份 可黄啊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是一点线索都找不到 就在这场行动如火如荼的进行时 一件怪事发生了 上面提到和黄娜玩得不错的卓梁豪 也失踪了 原来警方重新摸牌时 再次把他喊到警局问话 这一次他突然改口 说知道黄娜的下落 他说黄娜是被三四个男的给绑架了 原因是黄淑英和市场几个商贩有恩怨 绑架是为了报复 他还说可以找关系让对方放人 但是联系他们的两个手机都不在身上 必须要先回家拿 在两位警员的陪同下 卓梁豪很顺利地从家和上班的地方取到了手机 接着就是回局里接受测谎实验了 可在路上时 卓梁豪突然说他饿了 由于他一直在配合调查 两位警员也就没有多想 同意在路边找一个餐馆 随便对付一顿 吃饭途中 卓梁豪说要上个厕所 警员也是过于相信这个老实人 任由他去了 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 人就不见了 这不是此地物赢三百两吗 可惜在警方的穷追之下 还是被他给跑了 没办法 警方只能对其发布了逮捕令 可卓梁豪也仿佛消失了一样 怎么都找不到 看来只能先查一查他的底细了 卓梁豪 1981年12月16日 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 他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二 18岁时 只身来到新加坡 本想大展宏图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最终只能在批发中心 找一个包装工的活 后来和一个印尼籍的 华侨女子结了婚 生了个儿子 黄淑英刚来新加坡时 因为是同事关系 卓梁豪和母女两海合租 不过在那期间 她和黄娜处成了不错的朋友 黄娜会甜甜的喊她叔叔 她也会时不时的带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骑摩托车兜风 给她买好吃的 黄淑英对她很是信任 所以当警方 将卓梁豪列为嫌疑人时 黄淑英是一脸不相信 那究竟是不是她做的呢? 马来西亚方面 联系了卓梁豪的家人 52岁的卓妇当时正在咖啡店里卖快餐 他说 儿子给家里打过电话 说自己没绑架那个女孩 她只是因为受到警方的施压才跑的 卓梁豪的大哥也说 他连借钱和打架的勇气都没有 绑架孩子那更是不可能的 卓梁豪的妻子表示 丈夫打电话来说 他没有绑架黄大 他目前就躲在柔府 其实家人也希望卓梁豪能站出来 把事情给说清楚 10月30日 卓梁豪在逃亡10天之后 毫无征兆地主动投案了 地点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收到消息当天 新加坡警方就马不停蹄地将其引渡回国 卓梁豪交代 那天他从侧门逃出餐馆之后 直奔心柔长蹄 这是连接新马两地的重要通道 虽然他当时没带护照 但身上却有警方的访客通行证 所以就成功混了出去 回到了马来西亚 因为害怕他没回家和亲人团聚 而是躲了起来 在朋友的帮助下 他向马来西亚媒体透露 我想告诉他 我也爱黄纳 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 希望大家不要乱说 因为真相是可以被挖出来的 言语间充满了对黄淑英的同情 后来他在老父亲的劝说下自首了 他说 我就是凶手 10月31日上午10点 卓良豪带着20人的调查组 来到了直落布兰亚山公园 这里距离批发市场并不远 也就十多分钟的车程 只见卓良豪抬手指向一面斜坡说 他就在这里 经过半小时的寻找 警方在哭烂的灌木丛下 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 同时一个被交代密封的纸箱被发现了 这个纸箱不大 是批发市场里的周转箱 长50公分 宽40公分 高30公分 外层有些发潮 从破损处一锡可以看到里面的塑料袋 纸箱被运回了鉴定中心 里面的物体被整整9层塑料袋包裹着 打开之后 一具腐败严重的女孩遗体映入眼帘 虽然面容已经无法识别 但黄淑英凭借那一头黑发 以及有些外翻的牙齿 还是认出了女儿 后经DNA鉴定 确认了是失踪三周的谎纳 实检报告显示 死因是急性气道阻塞 常表现为窒息 很可能是被人捂住口鼻造成的 在靠近嘴巴区域的面部发现了五处伤口 可能是他人手部遮挡面部所造成 另外 右太阳穴 头皮 下巴和嘴唇多处遇伤 胃部 还有芒果残留物 那么 凶手卓良豪 为何要对可爱的八岁孩子下手 检方以谋杀罪 起诉了卓良豪 我们先来听一听 嫌疑人自己说的版本 卓良豪交代 这只是一个意外 那天 黄娜打完电话之后 我拿着几个芒果 带她去了批发中心的储藏间 在那里玩起了捉迷藏 捆绑游戏 后来为了提升游戏难度 我把她的手脚捆了起来 然后关灯 把她独自留在房间里 让她在黑暗中给自己松拔 突然 我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巨响 进去一开灯发现 黄娜已经吐血倒地 还在抽搐着 想来应该是头撞到了旁边的箱子 这时我想起电视里的情节 用手背砍脖子 会让人瞬间失去知觉 不久之后 就会清醒过来 于是我对着黄娜的后警连砍三下 见人还不行 又踢踩了鸡脚 看人可能是救不活了 我就剪开黄娜的衣服 用手指伸入其下体 制造他被人侵犯的假象 这样一来 就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了 毕竟我平日里很老实 守法敬业 又没有任何的犯罪事 警方找到了卓良好所说的储藏室 位于批发市场15区楼上 三区是大小 平日里存放些蔬菜和干货 百叶窗一般也都是拉上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 通过排查 调查员在储藏室 发现了属于黄娜的头发和血脊 沾有卓良好唾液的烟 一条有卓良好指纹的胶带 以及大量属于两人衣物的纤维 看来这里确实是第一案发现场了 接下来就是审判 2015年7月11日 黄娜被害一案在新加坡高等法院开庭审理 检方准备充分 一共找到了76名证人和一系列的物证 还公开播放了一段卓良好归案之后 在假人身上演示了五分钟的犯案视频 据此推翻了卓良好自己所说的版本 并推理出检方的版本 案发当天下午1点40分 卓良好将黄娜引诱至储藏室 脱光了后者的衣服 用绳子捆住其手脚 而后进行了侵犯 事后卓良好捂住黄娜口鼻 直至其窒息昏迷 为确保黄娜永远不会醒来 他用力踢踩 接着将其装进塑料袋 密封九层 放进了一个只有黄娜身体一半大小的纸箱里 最后用胶带密封起来 当时太阳还没有落山 他特意等到下午5点半 先借了同事的摩托车 回公寓里看了几个小时的电视 晚上8点 他回到仓库取纸箱 绑在摩托车后座 一路骑到直落布兰亚山公园 将纸箱扔下斜坡 晚上9点 卓良好归还了摩托车 按道理来说 此案事实清楚 凶手已经认罪 审判应该很容易 但实际上却是一搏三折 因为辩方团队实力极其强悍 新加坡著名律师阿南丹 为卓良好出庭辩护 这位律师自小在印度出生 见惯了此类案件 后来在新加坡求学 加入了新加坡国籍 成为了一名律师 他经历过一些坎坷之后 坚持认为 无论罪行多么令人发指 也应该倾听到每一个人的声音 立志推动当地法律系统的变革 他尤其热衷于那些 没什么希望的案件 包括这次的谎纳案 他执出要害地表示 虽然卓良好与黄纳之死有关 但是法医的尸检报告 并不能确定黄纳之死 是他直接造成的 根据尸检和现场结果 黄纳的舌头上有瘀伤 地面还留有尿滋 表明其生前有呕吐尿湿尽的症状 不排除癫痫发作 或是被呕吐咽住而窒息的可能性 而且由于遗体腐坏严重 无法鉴定黄纳体内是否有卓良好的经验 也就无法确定他是否侵犯了黄纳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 卓良好他没有作案动机 两个人之前就是很不错的朋友 经常一起玩 辩方除了阿南丹 还拼请了精神病学家 纳古兰德兰博士 他直接了当地表示 卓良好有精神病 作案室带有明显的不理智成分 对于黄纳之死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表明其患有精神分裂症 并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说卓良好符合精神分裂的三个症状 严重混乱 情感迟钝和原发性妄想 比如他说的三四个男人绑架谎 那就是他的妄想 而且经过检测 卓良好的智商只有76 是个弱智 对此 卓的家人也站出来支持精神分裂这个说法 说他每次回家 常常莫名其妙对人微笑 又或是大吼大叫 有时一个人也会莫名其妙地冷笑 阿南丹也补充道 卓良好脸上经常呈现的就是病态的笑容 明显就是不正常 辩方律师团队甚至认为 卓良好的病情不能上法庭 所以审判中他并没有出庭 面对辩方的攻势 检方同样深根精神病领域的 萨特·亚德万医生给出了反击 普通人的智商是90到110 虽然卓的智商只有76 但离智障还是差一线的 通常智商70以下才可能被归为弱智 而且经过调查 卓良好并没有精神病史 父亲认识他的人也说 卓良好虽然平时稍微迟钝一点 但与正常人并无太大差别 他在案发前后 行为举止也都是一致的 关键是 他的作案手法非常严谨 处理黄纳医务时 特意没有丢在15圈的垃圾桶 而是选择了一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倒进垃圾桶 遗体用9个塑料袋层层包裹 打的锁结用的是他平时的手法 而且利用夜色掩护丢弃遗体 整个作案过程小心严谨 很明显 他思路清晰 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在警方第一次问话时 他也是冷静的撒谎 脸不红心不跳 第二次问话时 他甚至还利用警方的访客证逃到了马来西亚 这正常智商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 所以他根本就没什么精神病 至于作案动机嘛 卓良豪的老板和同事表示 卓良豪之前就用神色捆绑过女孩的手 只是因为嫌女孩们有点吵 比较烦 而且他曾在发脾气的时候打过黄纳 所以不排除是黄纳惹他生气了 他见黄纳孤身一人就一时冲动下了毒手 双方律师团队在法庭上进行了激烈的对决 2005年8月27日经过多日审判 法官表示 这是残酷且精于算计的犯罪 根本就没有必要确定杀人动机 或者是否发生性侵犯 犯罪事实不容置疑 最终判定卓良豪罪名成立处于绞刑 2006年1月卓良豪提出上诉 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提出了不同意见 其中一位认为 故意伤害罪比谋杀罪更为合理 死刑判决偏重 但其余两位法官表示不认同 最终以2比1的形式驳回了上诉 可即便到了这一步 卓良豪的结局仍然是个未知数 因为总统是有权赦免死罪的 卓良豪的家人向公众发起了请愿 四个月的时间竟然征集到了 三万五千个支持者的签名 为何会有这么多人支持他呢 这里先卖个关子 后面会提到 卓家将特色申请提交给了塞拉潘纳丹总统 如果申请被接受 那么卓良豪就会被免除绞刑 改判成无期 然而经过八个月考虑 总统拒绝了 2006年11月3日 卓良豪在张爷监狱被处于绞刑 10年24岁 临行前几日 他穿上家人带来的新衣服 在监狱拍下了这辈子的最后一张照片 在黄娜的葬礼上 有超过一千人自发的为其送别 这其中有很多人是不认识黄娜的 他们带了糖果 香花和零食 都是黄娜平时喜欢的 棺木上摆满了他生前最喜欢的 Hello Kitty毛绒玩具 侧边也贴满了Hello Kitty的贴纸 出殡的队伍经过了他最爱去的 西海岸市场、游乐场和小学 在送别黄娜的同时 还有大量热情居民捐款 案件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相关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很多不堪的往事被犯了出来 比如黄淑英和敌人丈夫黄庆龙离婚的原因 是他在1999年探望在新加坡打工的丈夫时 发现对方出轨了 于是他也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 可他的签证是短期的 并不能长期留在新加坡 后因逾期停留而入狱 刑满被遣返之后 他听从于有的点子 把右手五个手指和左手拇指 按在烧得发红的铁板上 破坏了指纹 再付给舌头8000星元 通过特殊手段 才和黄娜再次来到新加坡 也就是说他属于非法入境 此事被翻了出来 当局确实发现他是非法入境 对其进行了严厉警告 同年11月底 黄淑英不得不带着黄娜的骨灰回到了福建 至于黄淑英的第二任丈夫郑文海 也有过入狱经历 他在黄娜被害之后也来到新加坡 在报道上看着他抱着女儿的照片是痛苦万分 但有媒体说他表现得太过作作 不过是他表演而已 这还没完 他们回国不久之后 媒体再次爆料黄淑英用热心人士捐的善款 在福建老家建了四层小洋楼 内有停车场 甲山别院等等 很是奢华 黄淑英作为母亲是不合格的 他去新加坡才一年多 身边的人还不够熟悉 就多次放任年轻几岁的女儿一个人在异国他乡 自己独自回国 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正是他的疏忽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诸多有关黄淑英的负面消息传出 也让人们对卓良豪的犯罪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签名支持他 甚至关于案件的真相 社会上开始流传出各种版本了 其中就有人怀疑黄淑英才是真凶 说他因为女儿的保险赔偿而狠赚了一笔 更有网友说 他和卓良豪家人达成了秘密协议 以利益让卓担下了权责 不过更多人还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黄淑英为了女儿舍弃了很多 自己辛苦打工 就是为了让女儿幸福成长 更何况她当时还不在新加坡 2009年有报道称 黄淑英和丈夫又生了两个孩子 经历过黄那被害的悲剧之后 她生怕再生意外 几乎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三个孩子身上 至于说用善款修建豪宅 黄淑英表示是谣言 她说善款总额是12.6万新元 主要用来修建黄那的陵墓 和满足她的一些遗愿 还捐了一些给慈善机构 并且在村里修了路 翻新房子只用了很小一部分 主要是加盖了一层 这样可以看见位于半山腰女儿的坟墓 原先的房子是丈夫的祖产 当然还有剩余 是留给黄那以后的祭祀之用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 孩子的成长安全和教育 是一件繁琐且复杂的巨大工程 而这个过程是一点也马虎不得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